成绩多重 可是 它出来的话还是黑白的 而且比较无法辨识 所以如果我希望 可能做几种 A也许输出成蓝色字好了 也许类似像这样 这边的话可以用蓝色的字 给它一个蓝色 蓝色在这里 可以给它一个蓝色字 然后B的话也许是什么 加一个底色 加一个油漆桶 C的话也许加一个框线 D的话也是换颜色 反正我这边预设有几种颜色 如果说当然你要一次 全部都帮你直接输出的话 我demo 一下 给各位看 这边有个成绩多重颜色 除了输出资料之外 也帮我输出什么输出格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大概会有几种 反正这个将来你们可以 自己再针对自己工作需要 你自己去做搭配 那我第一个A是变成蓝色 B的话呢 一样的颜色 只是加个底色而已 所以怎么变更 质的颜色 怎么去变更底色 第三个的话呢 怎么变更框线的颜色 有没有框线坏 坏的红线好了 那D的话呢 就是除了换红色之外 还要再加什么 加个粗底质 类似像这样 那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把它加 第二个是把它清除掉 清除的话呢 这边比较特殊 因为之前的清除是怎么样 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但是你会发现清空之后呢 它的格式都还在 所以如果你清空的话 你还要怎么把它的格式也拿掉 不然它格式一直还在 你清除只能清除 文字 里面的资料 但是它的格式 你要用别的方式 才有办法把它清掉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 清除 这样就OK了 所以加上去 那清除的话 除了清资料之外 也还要清格式 两个部分 那也就以后啦 反正你就是 在输出报表之前 有没有 列印之前 你可能要先把它做漂亮一点 不然的话 黑黑白 对 最重要就是你要把它换 换个颜色 总不可能用人工来做吧 人工来做这个怎么 所以你只要那个范围的资料 你全部都可以 类似用同样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把颜色 做不同的变化 那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怎么去做 几个 第一个 A是质的颜色 底色跟框线 还有加粗体 大概会有四种效果 那这是四种效果 我想工作里面 大概够用的 因为其实说真的 你又不是 塑美工的嘛 你只是把它换颜色 所以 怎么 第一个 我们多重的部分 一一样到什么 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那我这个成绩多重的部分 我只是说把什么呢 把那个 我们刚刚的那个 那个成绩多重的这个SARP 有没有 这个 把它复制 贴到这里下来 然后做什么呢 做修改而已 那改了哪些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这边 Ctrl C 然后把这边呢 Ctrl V 贴上 那这边加个颜色 成绩多重颜色 那上颜色 大概我们第一个 如果要把A输出之后 顺便再加一个 那个什么呢 质的颜色是蓝色 质的颜色变蓝色 怎么叙述 第一个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把这个储存格 这个是指的是那个储存格 那个储存格输出A之后 也顺便把那个储存格的 字型哦 这个地方的话 需要在这个储存格下面有个植物件 那个植物件指的就是字型的那个物件 字型的物件 在VBA里面叫Fone Fone就字型嘛 颜色的话呢是什么呢 就Color嘛 FoneColor 该很好记吧 那以后呢 你如果字的颜色 就点Fone 点Color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字型的物件 里面的一个属性 字型物件的属性 属性就颜色 那如果以后只要想到颜色的话 我建议你记一个函数 叫RGB RGB的话意思就是说 你要调成什么颜色嘛 R 三元色 红绿蓝 那它最小是0 最大的话呢 是255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呢 要调成蓝色的话 那就是 RGB都没有 那B的话就最大 所以基本上呢 这样子就做出什么 有没有 这样应该OK吧 蓝色吧 有没有 红色没有 绿色也没有 那蓝色最多 恶物吗 这样不就是蓝色了 OK 不过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想要一个 比较漂亮一点颜色啊 你不要这样蓝色 那怎么做啊 其实很简单 请你在常用里面 这边不是有油漆桶 油漆桶里面不是有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里面呢 你也可以随便找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比如说蓝色你不要这么蓝 你要比较没那么蓝 可是问你这个数字 RGB怎么下 很简单 你选了颜色之后 有没有 再到置定按一下 下方不是有RGB吗 0 102 255 就是答案了 其实哦 如果你要再浅一点的话 你会把你把它往上拉 有没有 它数字会变 那你可以乱 乱点 有没有 底下数字会变 所以你会发现了 什么颜色都有 你要什么颜色都有 但是其实说真的 因为工作里面没有那么无聊 没事 你挑那么漂亮干嘛 谁会去看 对不对 所以大概就会记三颜色 RGB就够了 OK 所以 当然如果你希望把那个你的 报表做的多彩多姿的颜色 很简单 这边都有 当然你做出来 绝对会跟别人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还会一键完成 那是最厉害的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刚刚提过就是 风Color这个 所以以后你就这样一叙述 就是 蓝色的字 那底色的话怎么叙述呢 底色的话就是 叫这个地方 它也是Color 不过它是一个叫 intero color intero 这个 intero color 但如果你不太记得起来 没关系 你可以 就是有个方法 你在打 那个Sales的时候 先不要打刮虎 你打 刮虎后打 但是刮虎要记得打 如果刮虎没有记得打的话 这个Sales指的是 这个工作表里面 全部的储存格 加的刮虎指的是 这个范围里面的某一个储存格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I 有没有 intero就出来了 就这一个单字 那你intero 点什么 点Color也会出来 所以它所有的相关属性也会出来 如果你要黄色的话 不过记得 我是建议 你在做完之后 赶快先加 刮虎 因为常常都有同学 最后忘了加 然后一按下去 全部都变成黄色 OK 这个是指的某一个储存格 那如果不加就全部出了 那等于什么呢 黄色 那就RGB 黄色的话是红配绿 255 255 0 这样就黄色 OK 红色 配绿色 就是黄色 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常用里面 这边其他 填一个其他色彩 黄色制定一下 有没有 255 255 0 这边也会有 当然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大概记一下 那再来的话 框线的颜色怎么加 其实框线的颜色 就是叫Bolders 所以如果你假设不知道没关系 点Bolders打一个B 就出来了Bolders Bolders点Color 也会出现 红色的话就是等于什么 RGB 25 0.0 0.0 有没有 就是 红色 记得把刮虎一定要补上 如果刮虎没补一样 可以变成所有的除尘格 都变成 红色的框线 这个是指的是Bolder 那你会发现Bolder 框线 它会加一个S 为什么 因为框线基本上有四条 上下左右 有没有 所以一定是复述的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来的话就是说 第一的话颜色是什么 所以风卡了 其实可以把这个拿来 颜色 把它变成 红色就255 所以其实可以拿来改就可以 然后呢 那顶多是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粗体 那粗体怎么加 特别注意哦 其实就是 字型 里面有个叫Bold 那你如果说 不知道怎么拼 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 点Fone 点什么呢 这边也叫Bold 有没有 粗体嘛 其他还有像斜体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记得是这个 有没有 斜体 字型 就是点Name 反正这些都可以搭配 我想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把这边都试过的话 你以后啊 你要做什么设定 全部都在这里 光Fone 就已经够了 好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粗体是Bold 等于什么呢 等于True True的话呢 是要粗体的意思 记得这个 这个瓜我再补上 所以 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 那因为这边很多效果 很多的这个效果 那我为了要增加辨识 我最后我的习惯还会怎么样 除了会缩牌之外 我还会在这个上面加上什么 加上注解 那这个注解 如果你不加的话 我是怕你们将来就都忘光光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你现在看还看得懂 但是你回到加之后 如果没有加注解 以后你下次再看 到底在做什么 会搞不清楚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直接来run一下 所以蓝色字 黄色底 框线是红的 然后呢 第一的话就是 红色加粗体 那做完之后 我们直接来run一下 这样子会比较准 清楚 run一下 有没有 这个是蓝色的字 黄色的底 红色的框 就要处理完毕之后 再来可能就需要处理格式的问题 那我这边提供有四种格式 仅供参考 然后如果你将来希望报表输出之前 可以再加一点颜色的话 那记得用这个范例 稍微修改一下 RGB后面的颜色 都可以自行再修改 好